董老师刚看到倒数42天 川普在宾州顾票 而且他也吹川粉去投票 确实这个共和党这一回合 跟民主党因为选情 也是拉得非常的激烈 那双方各自的基本票的投票率 事实上也有可能影响到 最后选举的结果 当然根据八月底 彭博社跟这个陈坚咨询民调显示 贺锦丽在宾州 是以4%赢过川普 所以你刚刚就看到川普那边大骂 这是假民调 这是假新闻 而且川普他再次提出 上次选举2020年的时候 他在宾州是输的 川普在宾州是输的 川普就质疑 为什么宾州要提前这个投票 就刚好是现在这个时间 45天左右 所以川普质疑 那45天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其实他是在质疑做票 暗示人家做票 所以他说这次他一定要赢得宾州 宾州支持他的人 一定要去投票 就算是找投票也OK 赶快去吧 不要坐在沙发上面 赶快去投票 好 在宾州这个川普还有两场活动 白天跟晚上 白天一场是由一个组织 叫做保护美国倡议组织 这个组织的宗旨 叫致力于阻止中国影响力 在美国蔓延 这个组织是谁呢 其实都是川粉 就川普是在这驻德国大使 还有前美国的众议员 那办了一个叫做 针对中国的这个圆桌论坛 那办什么呢 跟这个宾州当地的这个农场 的这个农场组 做谈 谈什么 谈农业上 如何去这个抗中的问题 简单的说 农业抗中的问题 好 这里面就谈到了一件事情 川普在他的总统任期的时候 在2020年的年初 不是跟中共签了一个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吗 在那个协议里面呢 这个美国呢 川普呢 是减少一些关税 换得了当时习近平你的承诺 你承诺什么 你承诺要多买这个美国的产品 里面包含500亿美金的农产品 可是根据这个皮德森 国际经济所的研究 直到这个川普2021年12月下台的时候 这个习近平的承诺从来没有达成 只完成了百分之六十 而且那百分之六十里面 还不只是农产品 还包括了食品啊 能源啊 还有其他的制成品 所以呢 针对这一点 这次川普就特别说了 因为他常常说 跟中国签这个贸易协议 贸易那个协议是他的政绩嘛 可是500亿还没兑现 那怎么办呢 川普就说 我当选的第一天 我第一通电话已经打给习近平 叫他你要兑现你的承诺 而且我保证 川普保证 习近平一定会买的 百分之百会买的 这段话什么意思 他当选以后 第一通 这个打电话给习近平要钱 第一通就是要跟他要钱 你欠钱要还的 我相信川普会打这通电话 而且是第一通 他第二通应该是打给普丁 他第三通会打给泽伦斯基 因为俄乌要停战嘛 好 再过来 川普也攻击他的对手 拜登政府跟贺锦丽 就是你们 这个在政府任期的时候 没有认真去执行 这个美中的这个贸易协议嘛 所以那笔钱呢 根本没有讨回来 另外 过去川普已经公开的说了 他当选以后 会对中国的产品呢 增加关税 从百分之六十到百分之百都有 这次他在宾州 刻意的对在墨西哥生产的那些汽车 汽车商喊话 他说我如果当选的总统 所有在墨西哥制造的汽车 如果要输入美国的话呢 我至少要刻一百到两百 百分之两百的这个关税 让你的汽车在美国没有竞争力 所以那些汽车商 你最好还是留在密西根州吧 他在跟那些这个汽车 这个制造厂喊话 另外有发生了一件事情 就是说呢 在美国有一个制造农业机具的 蛮有名的牌子 翻成中文叫做青农路牌 这家这个制造农业机具的 这家厂商的刚好就在今年 他为了降低他的成本 销售量的下降 所以他要关闭他在美国的厂 这里面包含这个伊利诺州 爱荷华州 两个州有八百多个工人会被解雇 然后他要迁厂到墨西哥 到墨西哥去制造嘛 川普在宾州公开点名 这一家青农路牌的这家农业机具 你如果去墨西哥州 墨西哥 你如果去那边 设立你的工厂制造你的农业机具 你要输回来到我美国的话呢 我要磕你百分之两百的关税 让你输不进来就对 你最好留在伊利诺州吧 其实这句话就是这个意思嘛 好 另外也一样是在这个场合 然后有记者问 那你要如何保护这个美国的农地啦 还有农业的这些关键基础设施啊 这句话在问什么 是问针对中国大量购买 美国的农地这个事情 川普也公开表态 他反对这么做 而且他认为中国人这么做 大量的买这个美国的农地 已经造成美国的混乱 当然我们过去有谈过这个事情啊 中国人要买美国的农地就算了 偏偏那些农地都靠近美国的军事基地 那这个有问题嘛 所以这个川普也表态了 好 现在进入关键时刻的这个倒数42天嘛 川普已经宣布了 他未来的40天 他哪里都要去 什么意思 这个红色的州 支持红色的他要去 支持蓝色的他要去 摇摆州他更要去 他所有的地方他都要跑一遍 好 这里面包括科罗拉多州 还有俄亥俄州 这个一个是蓝的一个是红的 所以说他回去去大造势 昨天23号不在宾州嘛 今天24号在乔治亚州 25号回到北卡罗来纳州 然后呢27号密西根州 28号阿拉巴马州 都是这个摇摆区哦 所以呢他要全国大造势 一看哦川普铁人形成全国大造势 另外值得谈的是哦 川普也不忘了他的商人本色 他要赚钱赚什么钱呢 譬如说这个关于川普的 让美国人再度祷告的圣经 简单的说了川普牌圣经啊 印着川普牌的圣经 再过来还有呢战斗战斗战斗 还记不记得那个战斗 遇刺跑鞋跑步鞋 有这一款特殊款 再过来他在电视辩论会里面的时候 他穿的那个西装的那个碎片 再过来印有他人头的这个 那个纪念这个银币 无所不卖 而且销路都很好 大家都喜欢 就他的川粉当然大家都喜欢嘛 换言之说 就是说美国的选举 进入最后的关键40天 川普呢现在呢已经 我看他是最后奋力 到处跑 我刚才说的红州 蓝州 摇摆州 他全部跑一片给你看 我就看这个贺锦丽怎么追 哈喽大家好 我是林冠 我有全新的官方个人频道 叫做林冠说说看 欢迎大家跟我一起来说说看 也欢迎大家订阅 分享 按下小铃铛 欢迎大家订阅